前几日,王毅外长与韩国外长康金汉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韩方提出的三部承诺又一次成为焦点。 所谓三部承诺,就是韩方承诺,不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发展韩美日三方军事同盟。 早在10月底,康金汉在韩国国会询问时就提出了这一点。 彼时由于萨德问题而进入低潮期的中韩关系,也慢慢趋于缓和。 而这次,时值中韩建交25周年临近之际,韩方再次声明三部承诺,平向中方示好,背后又有何深意呢? 三部承诺对中国到底意味着食妖? 先看第一条,承诺不追加萨德系统。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能要回到萨德系统的性能来看。 根据军事专家李宝柱的介绍,导弹系统的X波段雷达主要有两个模式,分别是前置预警模式和末端火控模式。 李宝柱称,所谓前置预警就是能够探测到对方导弹的功能,其探测距离一般可达1800至2000千米。 毫无疑问,这一功能对我国的国防和军事安全有着极大的威胁,而末端火控功能则主要是精准拦截并攻击敌方的导弹。 其制导距离一般是600到800千米。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萨德系统本身的局限性,这两个功能不能同时使用,也就是说,处于前置预警模式的时候,就不能使用末端火控模式,使用后者,就不能使用前者。 虽然这两个功能有切换的可能,但对目前的韩国来说,相较于对中国军事行动进行窥视,使用末端火控模式,精准拦截朝鲜可能发射的导弹,无疑是最紧迫的需求。 毕竟,11月21日,特朗普再次把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半岛局势再度紧张起来,韩国依然首当其冲,而中国现阶段则未呈现出任何具有侵略性的军事倾向。 不过,从概率上来说,不排除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韩国会采取其他行动,比如放弃拦截朝鲜的导弹,转而监视中国,但此前在康金汉提出三不承诺之时。 他同时提出了一件,也就是目前在韩部署的萨德系统不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可见不把萨德朝向中国,这是中国给韩国华的底线。 所以,如果韩国真想让萨德同时具备两个功能,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引进第二步萨德,但如果真是这样,三不承诺就封键了,也跨过了中国的底线。 所以从中韩关系的正常化大局看,韩国如果引进第二步萨德,无疑就是选边站,是与中国为敌,这条底线是中韩关系正常化的第一前提。 有了这一点共识,我们就很好理解第二个承诺了,如果萨德长期处于末端火控模式,就不存在加入美反导系统一。 说了,第三个承诺同样具有很强的军事意义。 众所周知,目前美日美韩分别是军事同盟,但日韩并非军事同盟,这意味着食妖呢? 如果美国的轰炸机从关岛飞出,日本的战斗机只能在日本领空护航。 一旦飞到韩国的领空,日本的战斗机就必须就此打住,换韩国的战斗机接上。 但是,如果韩国一旦加入了美日韩的军事同盟,也就意味着这三国将会产生极为大量的联合行动。 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安全将是极大的威胁。 当然,国际形势变化万千,只要萨德在一天就对中国有一定的威胁,对此我们还是应该持续关注并保持警惕。 当然,以上只是,从技术层面分析了三部承诺的军事意义,而其背后的政治意义同样不可小吃。 关于这次双方的会晤,日本很敏感,日本经济新闻在11月23日的报道中称,最近,文在寅政府十分在意中国的确三部承诺向中国释放了一定的善意。 那要问题来了,之前宁愿得罪中国也要搞萨德的韩国,现在为时要又有此大翻转呢? 自我定位很重要,我们不如设想一下,如果韩国继续以一股情追加布束萨德,他将在国际社会收获十要。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韩国长期被认为是处于大国家缝中的小虾米。 如果韩国继续不束萨德,发展美日韩同盟肝当美国的马前卒,亚太安全秩序将不可避免的阵营化。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韩国可以得到同盟国的保护。 但是别忘了,此举也将其完全推向了中国俄罗斯的对立面。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俄之间已经历史性地加强了反导系统的合作,发表了战略稳定的声明,与中俄这两个军事大国为敌并不明智。 另外,如果半岛乃至东北亚的原政治持续恶化,韩国也必将承受其不可承受之重。 尤其是朝核问题上,在过去一年中,朝鲜曾有过两次核试验,两次远程导弹发射,以及几十次的中程和短程导弹发射。 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韩国如果还希望保持本国的安、全汉稳定,就必须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 其实,听起来不纳要好听的小虾米,恰是其外交的资源所在,从小虾米称为着梁不是没有可能。 抽离出来看,在外交关系网络中,一个国家的筹码或者角色并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实力,更源于国家所处的位置。 这个位置包括地理位置和外交网络位置。 拿破仑战争之后,奥地利在欧洲武强中并不是最强大的,但是梅特涅充分利用了奥地利在欧洲外交网络中的中间人的角色,使其成为欧洲军事体系的掌舵者。 而韩国如果要扮演类似的角色,就不能在中美之间选边。 事实证明,萨德若韩已经让韩国的外交失去了弹性,成为美国反导系统的一个螺丝钉,也让其外交深陷泥盘。 今天的韩国要做的只能是摆正位置,毕竟中国才是他的近铃。 是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韩市班部走的近铃,也是天然的合作伙伴。 但很显然,如果萨德问题得不到解决,韩国必将失去中国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 根据海外网的消息,9月7日,韩国正式部署4辆萨德发射车。 第二天,韩国10家企业的市价总值就减少了1.405万亿韩元。 今年3月,乐天集团为乐天马特中国卖厂注资约21亿元人民币用于运营。 目前已全部用尽,韩国义买的超市也于今年5月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现代汽车中国工厂的销量在今年第二季度同比锐减64%, 4家工厂又因为零部线供应中断一度停产。 此外,中韩两国净出口贸易与投资也明显萎缩。 据韩国关税厅进出口贸易统计, 与去年7月相比,出口产品中汽车配件对中国的出口量凑减58%. 很显然,中韩安全互进问题得不到解决, 东亚局势得不到缓解,韩国经济也难以振兴。 中国民众对此怒不可遏,韩国民众的观感会好吗? 并没有,从萨德开始不数值日起, 韩国国内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萨德示威游行。 8月9日,包括韩国国内20多所大学学生在内的400多人就组成了统一先锋队, 在新州郡萨德部署基地进行反萨德示威, 调幅上步伐,萨德滚开,用生命反萨德等字眼。 8月10日,反对萨德部署的新州市民团体首举标语, 高喊反萨德口号堵在路口,阻止测评人员进入。 直到最近11月21日,由于民众的阻挠, 由高尔夫球场改造而来的新州萨德基地还被曝光暖出现极大问题, 反对萨德部署的居民为阻止向基地运输建设装备与警方发生了剧烈冲突。 可见,对于韩国来说,追加部署萨德损害的将不仅仅是外交利益, 更多的还有关系其发展明脉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选择并不是难题。 事实摆在眼前,10月底以来, 颁开萨德的巨石之后,中韩关系正在触低反弹, 各类经贸、旅游活动也逐渐回暖。 经过这次低潮之后,中韩关系无疑将获得更兼职的基础和更大的任性。 从这一角度上说,三部承诺是两国25年风雨, 尤其是最近一年多低潮中给出来的理性共识, 也是中韩关系重回正轨的标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